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餐百谱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宫廷玉米羹,甜力绽放的皇家秘籍 二酱香排骨,谷里透香的酱汁饗宴 三糖醋里脊,酸甜交响的猪肉芭蕾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宫廷玉米羹 甜力绽放的皇家秘籍 各位尊贵的食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道 曾经在皇家宴席上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宫廷玉米羹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碗普通的汤品 而是一段跨越大洋的美食传奇 一个关于玉米从新大陆到旧世界的皇家旅程 首先,让我们时光倒流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 当时的欧洲人对于玉米这种作物一无所知 直到它从美洲被带回欧洲 开始了它的全球化之旅 玉米这个新奇的食材很快就被欧洲的皇家厨师们所青睐 他们开始尝试将这种意国作物融入到传统的烹饪之中 宫廷玉米羹的诞生 可以说是一次创意与奢华的完美结合 想象一下 当时的厨师们在烛光闪烁的厨房里 穿着洁白的围裙 手持银色的汤勺 小心翼翼的姜金黄色的玉米粒鱼鸡汤 奶油和香料混合 熬制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羹汤 这道羹汤之所以能在宫廷中大放异彩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味道 更因为它象征住权利和财富 毕竟能够品尝到来自遥远新大陆的食材 无疑是一种极高的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道羹汤的制作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它需要精准的火候控制 以及对食材细微差别的敏锐感知 玉米粒必须煮到恰到好处 既要保持其甜美的风味 又不能过于软烂 而且这道羹汤还需要在上桌前 经过筛子筛律 以确保其丝滑细腻的口感 当然这样一道精致的菜品 也伴随着一些趣闻易事 有传言说 某位国王曾经因为玉米羹的味道太过迷人 而在一顿晚宴上忘记了维持王者的仪态 竟然用汤匙直接将整个汤碗端起来 大口大口地享用 引得在场的贵族们偷偷窃笑 如今 虽然宫廷玉米羹已不再是皇家专属的美食 但它依然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发扬光大 成为了许多人喜爱的经典汤品 每当我们品尝这道羹汤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些古老的宫廷厨房 以及那些为了追求完美味道而辛勤工作的厨师们 他们的手艺和创意 让一颗小小的玉米粒在历史的长河中站 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酱香排骨 谷里透香的酱汁饗宴 各位滔天好友 今日我们要来谈谈那道 让人垂涎三尺 谷里透香的经典佳肴 酱香排骨 这道菜不仅是中国菜肴的瑰宝 更是家庭剧餐桌上的常客 它的魅力在于那层层叠叠的酱香 能够让人的味蕾 瞬间穿越古今 体验到饮食文化的深厚底润 首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酱香排骨的历史 排骨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人喜爱的食材 而将其与酱料结合 则是烹饪智慧的结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厨师们不断尝试与创新 终于将排骨这个英雄 好汉般的食材 赋予了酱香这位爵士家人的风采 说到酱香排骨的制作 那可是一门大学问 首先 选材至关重要 排骨要选的肉质鲜嫩 带有适量的肥镖 这样经过尝试煎炖煮 才能保证肉质鲜美多汁 接着 吊酱是艺术的展现 酱油 糖 酒 酱 蒜 八角 桂皮等香料 每一样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营造出那层次分明的酱香 烹饪过程中 火候掌握是关键 先将排骨过油 锁住肉汁 再将其与酱料同煮 让酱汁渗透进排骨的每一个细胞 直至骨髓 单打独斗的英雄 而是与酱香结为了不解之缘 最后 当这道酱香排骨端上桌时 你会看到 食客们眼中闪烁着光芒 仿佛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时代 体验猪帝王酱香般的待遇 咬下一口 肉质鲜嫩 酱香四溢 那是多少文人莫克 梦寐以求的滋味啊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品尝到 这道酱香排骨时 不妨细细品味 其中的文化与历史 感受那份从骨里透出的酱香 它不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饗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糖醋礼姬 酸甜交响的猪肉芭蕾 各位美食爱好者 厨艺探索者 以及偶尔想要逃离沙拉 和蒸菜日常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为大家揭秘 一道中华美食的奥秘 糖醋礼姬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酸甜交响的猪肉芭蕾 首先 让我们来一点历史背景 糖醋礼 起源于中国 是一道经典的江苏菜 尤其在苏菜戏中颇具代表性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当时的厨师们已经开始探索 如何将酸甜味道融入肉类之中 创造出让人回味无穷的佳肴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道菜的精髓 糖醋礼姬的主角是礼脊肉 这部分肉质鲜嫩 鲜维细腻 是猪肉中的芭蕾舞者 他在经过精心的切割和腌制之后 就准备好了登上舞台 进行他的表演 接下来是糖醋汁的调制 整道菜的灵魂 糖和醋的比例必须恰到好处 就像是指挥家掌握乐队的节奏一样 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一场音乐灾难 糖带来的甜意 如同小提琴的细腻旋律 而醋的酸味 则如同大提琴深沉的回响 两者交织在一起 演绎出一场味蕾上的交响乐 炸制环节也是一门艺术 鲤脊肉裹上精心调配的面糊 下锅油炸制金黄酥脆 这一步骤需要火候的精准掌控 就像是芭蕾舞者在舞台上的每一个跳跃都需要精确到位 最后 当炸好的里脊肉块与糖醋汁完美结合 犹如芭蕾舞者在舞台上旋转 跳跃 最终在观众的掌声中落幕 糖醋里脊的表演在你的味蕾上达到高潮 酸甜的味道在口中舞动 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来一次这场猪肉芭蕾的演出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糖醋里脊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不仅仅是在吃一道菜 你是在欣赏一场由厨师精心编排的味觉芭蕾 每一口都是对传统厨艺的致敬 每一次咀嚼都是对美味的探索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段文化 一次历史的穿越 一场味蕾的盛宴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道美食的故事 宫廷玉米羹 酱香排骨和糖醋里脊 这些菜品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段历史 文化和创意的故事 宫廷玉米羹 带我们回到了新大陆的发现时代 让我们想象那些宫廷厨师们 为了追求完美味道所付出的努力 酱香排骨 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厨师的智慧和创新 以及排骨与酱香的完美结合 而糖醋里脊 则是一场酸甜交响的猪肉芭蕾 每一口都是对传统厨艺的致敬 这些菜品不仅有美味 更有历史 文化 和创意的内涵 它们让我们感受到美食的力量 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能够了解更多关于食物背后的故事 我个人认为 美食不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通过品尝不同的菜品 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 了解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菜品有什么样的了解和体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与我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独特的味蕾体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